大家好 我們是宇康生科 我是Tina 我們公司有兩個很不一樣的產品 但其實都是跟聲音幫助人們重新獲得聲音有關 第一個是VOICE 是一個喉部的植入物 所以是幫助聲帶麻痺的患者 他們聲帶無法正常的閉合 所以用手術植入的方式把聲帶推回正常的位置 讓他可以重新講話被聽清楚 然後吃飯講話也不會被嗆到 這個植入物最大的優點 就是我們可以不需要再重新開到的方式 來做術後做調整 醫生在診間用針筒注入食鹽水 就可以控制這個植入物推擠生態的程度 目前這個VOICE已經拿到歐洲的C1證 也已經在德國跟奧地利販賣 另外一個產品是APP 終極目標是希望能夠幫助納宇症 就是一些比如說像是腦麻 或者是因為中風講話非常不清楚 一般人沒有辦法輕易了解的患者 能夠讓人們重新聽得懂他們在講什麼 那是利用AI就是Deep Learning的方式 去收患者的因應 然後讓Deep Learning抓到一個Algorithm 然後可以輕易的聽取患者想要講的話 然後幫他們用正常人的講話翻譯出來 那目前呢三階段 目前我們發展是Portal 目前是一個介面 是可以用簡短的字來幫助他們做一些事情 使用其他的APP 那預計明年的夏天呢 AI Speak的Messenger 這個翻譯機的功能才會上市 各位大家好 我是陳雲生衣的業務處經理劉浩誠 Nick 非常開心這一次能夠有機會參與中科 所幫忙安排的這一次這麼棒的一個展會 陳雲生衣本身是一個醫療器材的專業製造商 我們來自台灣團隊來自台灣製造來自台灣 技術來自台灣 那我們的一個很核心的設備 就是像我們剛剛所看到的 達爾文的2D轉3D的內飾鏡影像系統 這個設備是目前世界上非常罕見的 能夠將2D的胃腸鏡轉換成3D的一個設備 所以說未來我們在診間裡面 我們在做胃鏡大腸鏡的檢查的時候 您可以看得到立體的影像 醫師也看得到立體的影像 那你現在所看到的這個設備 叫Laskox 這個是我們今年所launch的一套產品 那它的功能是能夠錄製我們的3D的內飾鏡影像 然後假設說您在醫院裡面做好3D的大腸鏡 跟胃鏡的檢查以後 醫師可以透過這樣子的一個影像錄影系統 錄製出來之後呢 透過一些我們特有的傳輸的介面 我們將影像傳輸到幾公尺外枕間的這些 檢查上面 那PASSION做完3D立體檢查之後 他就可以戴上我們的3D眼鏡 然後就可以觀看他剛剛所檢查的一些內容 跟檢查他的一些細節 我們實際上說PASSION has right to know 病患其實有知的權利 那醫生現在做完3D檢查之後 看了3D立體的影像之後 對於解說病情 對於預防疾病的防治 將會有很大的幫助 所以這就是成雲科技 我們一直在努力的方向 首先非常感謝中科管理局 塑膠中心給予德蒙這次訪談的機會 德蒙公司專注在醫療內飾鏡 以及成像系統的開發設計製造 這是我們的成像系統 我們的產品線包含了自動炮銷機 以及我們的鼻炎館的軟式鏡 德蒙公司的開發設計 完全都是百分之百的本土公司 我們的團隊除了專注在設計開發之外 我們的策略合作夥伴 包含了與加斯達之間的合作 共同開發全球的市場 希望透過這次的展銷會議 可以讓德蒙公司的形象以及品牌走向國際化 大家好 我是旺北科技的執行長黃林翔 今天很高興來參加 竹科展場內的醫療科技展 那我們這一次主要展出的主題產品 有生理訊號監視器 以及我們非常重要的一項新產品 輕氧機 旺北科技這幾年已經逐步由被動性的 生理訊號監測的產品 邁向了可以主動 的產品 輕氧機就是這項的產品 那我們今年度也有非常重要的 臨床試驗計畫 針對這項產品進行臨床試驗 這個部分我們會跟台灣大學生物基電研究所 以及台北市立聯合醫院的胸腔科醫師 一起共同進行 大家好我是會家健康生活科技楊淑貞 我們今天帶來的一個展示 是N4飛行入性光纖生理監測技術 及它的AI智慧照顧系統 我們也稱為24小時自動巡防系統 最主要的是我們利用光纖全反射原理 沒有電磁波不需要穿戴就可以量測各種生理訊號 最重要的是我們這個N4飛行入性光纖生理監測技術 不只是用在科技運醫還包括智慧養老 更用在對抗COVID-19上面 大家可以看到這裡面可以知道它深睡淺睡 每4秒鐘你都可以知道最即時的一個狀態 有異常它會提出警示 再來就是這個在功能設定我們最特別的地方就是 它可以根據不同的床位設定不同的警示功能 另外我們還提供了一個翻身到位的一個部分 這是新竹縣SBIR的一個亮點 AI智慧照顧系統最主要希望能夠協助高齡化社會 解決人力不足的一個問題 最重要是把醫療資源用在需要人的身上 期望能夠在高齡化社會以智慧科技來提供健康照顧服務 填補照顧者不在被照顧者身邊24小時守護他的安全 讓醫療資源集中在需要人的身上 我們這次來參加醫療科技展主要是推廣我們一個平台技術 叫超齡界二氧化碳流體的去細胞技術 我們用這個技術來清洗豬的各部位組織器官 把裡面的過敏原包括細胞 有離性的蛋白質以及脂肪完全清除 保留天然的豬組織裡面的膠原蛋白支架結構 來作為人體組織器官的修復材料 那我們這一次因為這個平台技術 也獲得國家生技醫療產業策進會的國家新創獎 這個技術的優勢就是豬的每一個部位材料 都可以在人體上使用 所以我們的豬的眼角膜 現在已經在做人體臨床試驗 可以取代人捐贈的眼角膜來做角膜移植 那我們豬的豬皮豬的豬骨還有軟骨已經在臨床上使用 可以修復人體的皮膚骨骼 那最近我們在開發這個醫學美容皺紋填補植物劑 以及這個毛囊增生的膠原蛋白植入劑 那這個在市場上的應用都是非常的廣泛 而且具有非常龐大的市場價值 我們在開發這個醫學院畫面 要求你多一點 非常的等級 而且需要ảng大小階